嗯行啊 然后咱们接着说啊 大家就是一定啊 要保持咱们一个注意力的集中啊 不要去玩手机啊 因为我在新加班的时候啊 就是我经常会提醒同学们 千万不要玩手机 因为可能你略过了一个支持点 后面你所有的就都听不懂了 也就是说我们前后啊 是有连贯的 大家一定在咱们上课的时候 保持一个高度的集中啊 然后咱们刚才啊 是不是说了这个私人函数啊 私人函数就是一个解释啊 什么样的参数 跟我数据组合完之后啊 恰好是我的一个真实值 然后呢 我又提出来另外一点什么 一提出另外一点 另外一点就是一个对数私人 那什么又叫做一个对数私人呢 哎这里啊 为什么引入这个东西啊 咱们先来说一下 这块我们为什么要进行一个累成 这个公式什么意思啊 这个公式的意思啊 就是说我进行了一个累成 在我的累成当中 我做一件什么事啊 i从1开始到m i从1开始到m什么意思啊 也就是说 现在呢 我会整体的考虑所有的样本 在咱们的数据当中啊 是不是说 我说我的c次参数 要跟数据进行组合 那这个c的参数 只满足于某几个样本就可以了吗 这显然是不可以的 我们现在要进行一个 整体的一个考虑 进行一个整体的考虑的时候啊 我们就要考虑 我的一个数据啊 哎呀 它比第一个样本能够满足 第二样本能够满足 要看所有的都能不能进行一个满足 然后呢 咱们来看啊 这里我引入了一个对数自然 那什么叫做对数自然呢 咱们上边看到的一个问题 这是累成啊 累成是什么问题啊 咱们可以想 一堆数啊 比如说1加到100 我说让你给它进行一个相加 你可能很容易算出来了 那我说1到100 你进行一个累成 你还能够算出来了吗 这就很难了吧 在咱们积学当中也是 就是说 当我们进行一个求解的时候 加法问题很容易进行求解 但是呢 乘法问题 这就太难太难 太难太难太难了 很多个太难 那这个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啊 咱们这里边引入了一个点啊 叫做一个对数自然 所谓一个对数自然啊 就是说 咱们现在来看一下我的一个对数 比如说啊 现在我的一个loga乘上b等于什么 log一个a乘上b等于什么 等于我的一个loga 再加上我的一个logb吧 也就是说呢 现在当我通过一个对数的时候 我可以把一个乘法 转换成我的一个加法 现在啊 就是说 我把乘法可以进行一个加法转换 这就是说 在这里 我为什么要把我的一个自然 转换成一个对数自然 在这里呢 我们来看 原来是一个lc的 表示着我的一个自然函数 现在呢 我给它转换成了一个对数自然 改变成了一个前面 多了一个东西 多了一个log像 为什么多了个像 因为我要把我的一个计算 进行一个简化 进行一个简化的时候 咱们来看 进行一个简化的时候啊 里边来看 里边它是一个根号下 2πsg分之一 右边还是没变吧 只是在我前面加上了一个对数 那现在加上一个对数之后啊 我们得到了一个结果是什么 我现在得到的一个结果啊 就是我的一个 就是得到一个结果 我就可以把它的一个成法 转换成我的一个加法了 咱们再来看 现在我把上式进行一个展开啊 上式进行一个展开 loga乘上一个logb loga里边乘b 我们是不是说 把它变成一个loga 加上一个logb啊 在这里咱们来看 现在我给它进行了一个化解 为它进行了一个化解完之后啊 咱们先再看 是不是说它就变成了一个加法了 在我的一个加法当中啊 我的样本是从i从1开始还是到m的 里边呢 它就真正的变成了一个啊 loga再加logb再加logc 只不过说啊 abc就是分别是我右边的这样的一个式子了 那现在呢 当我进行了一个化解化解完之后啊 我们还可以进行进一步的化解 我们看里边什么 里边首先来说 这是什么 这是对我来说 好像这是一个a 然后呢 里边是一个e的x次密 那这不又是一个a乘上一个b吗 在外面啊 是一个log啊 里边是一个a乘b 那它转换成什么了 给它转换成了一个loga 再加上一个logb嘛 也就是说啊 在这里我可以进行两步的一个化解 第一步我是把乘法转换成了一个加法 第二步呢 我在log里边就对咱们的完整表示 再进行一个展开 那咱们来看第一步a里边 a里边涉及到我的参数吗 跟c它没有关系吧 所以说呢 它对我来说啊 是一个常数项 常数项什么意思啊 对于每个样本都去算这样一个常数项 一共i从1开始到m m个样本 所以说我算m次不就可以了吗 m次啊 算完之后 咱们现在得到的一个结果 m倍的一个log啊 根号下2π4个码分之1 后面呢 后面咱们再来看 我的一个 这是我的一个b吧 我的一个logb啊 咱们再来看 我的一个logb等于什么 这是一个e的x次密 一个log的e e的x次密 我可以直接把这个e给它省略了吧 直接啊 给它省略了之后 我们就可以得到我最终的一个结果了 相当于啊 直接把上面这个式子 给它落下来就可以了 落下来啊 咱们再来看 现在呢 我得到了一个sigma分分之1 这块呢 得到了1分之1 现在什么 2π的sigma分 我直接的给它落过来了 落过来之后啊 咱们来看 为什么把它拆分了 拆分成1分 拆分成sigma分分之1啊 因为呢 一会儿啊 我要用到1分之1这个像啊 咱们就给它单独的给它拿出来了 单独拿出来之后啊 咱们现在得到的一个结果 就是我们来看 右边式子照样给它落下来了吧 照样给它落下来之后 咱们现在得到什么 刚才咱们回味一下 我说的什么 我说的是一个极大自然估计吧 让我上市啊 的一个值 它是越大越好的 一个越大越好的值 怎么样进行一个估计呢 咱们来看 在这一块 我让它的一个概率 是越大越好的 那这里咱们来看 左边这个式子 我认为它是一个a 右边这个式子 我认为它是一个b 对于啊 这个a和这个b来说 这个a 它首先来说 是一个横正的吧 m是一个横正的 然后里边呢 也是一个横正的 所以说啊 a它是一个横正的一个数 那对于我这个b来说呢 对于我这个b来说 这一块是随码方 二分之一 这也是正的 右边一个平方向 也是一个正的 但是呢 前面有一个负号 说明什么 左边是正数 右边也是一个正数 我的一个正数 减去我的一个正数 那咱们的值是什么 咱们的值 要让它越大越好 那怎么办呢 让这个a和让这个b a既然是一个横正的 我只有让这个b 它越小越好才可以 也就是说 现在呢 我们终于得到了 这样一个结论 对于我右边这个式来说 一定让它的一个值 是越小越好的 那这里啊 咱们接下来的一个问题 很简单了 前面的式子 我不看就可以了 为什么 因为它是一个常数啊 一个常数项 对我最终的结果 是没有任何影响的 所以说呢 咱们现在啊 只需要把我右边 这个式子拿出来 当我把右边式子拿出来之后啊 我们来看 sigma方分之一 它是一个横正的 对我结果会产生影响吗 不会的 sigma方分之一 也落下来了 所以说啊 最终我得到什么 最终啊 我得到的是二分之一 右边什么 咱们的进行一个累加盒 i从一开始进行一个m 右边呢 是我的y减去 θ乘x 外面是一个平方向 那现在我们得到什么 现在我已经接近 我最终的一个结果了 我引入了一个变量 叫做一个jθ 我的一个jθ 就是我们把它叫做一个目标函数 我的一个目标函数啊 说白了 就是说 我要进行一个什么样优化 最终的一个目的 最终的一个结果 应该是等于多少呢 那现在咱们来看 我最终结果点什么 二分之一 我的一个真实值 减去我的一个预测值 那这个东西啊 我们管它 有一个学名 叫做一个最小二乘法 刚才给大家推讨一下 就是在现役会当中 我们的一个最小二乘法是怎么样来的 咱们的一个重点就在于 为什么要引入我的一个私人函数 为什么要对私人函数进行一个log变换 在进行log变换的时候 为什么我们要让最右边的柿子 让它越小越好 讲到的这个三个点都是面试 和我说咱们比试必考的三个点 如果说谈到了现役会 必问的就是这三个点 所以说 大家肯定要去掌握的 为什么这三个点是怎么来的 其实我也可以不讲前面试掌 就直接给大家给它引入 咱们的最小二乘法是什么意思 但是直接引入咱们最小二乘法 一方面来说 这个东西为什么要这么去做 而且来说 咱们凭什么你的一个数据来了 就能够用最小二乘法去做 你可能知道 就是说我用最小二乘法能去做 但你不知道最小二乘法 为什么能套在我们现役当中 咱们是实际一步一步 用我的私人函数来去估计的 为什么私人函数越大越好 因为在这里我们强调了 是让预测值成为真实值的可能性 那预测值成为真实值的可能性 当然它就是越大越好了 那现在我们已经有了一个目标函数 有了目标函数之后 我们接下来要做的 就是比较容易的一件事了 有了目标函数之后 那什么样的cd 能够使得我的右边这个式子的值 越小越好呢 这一块为什么越好越好 咱们刚才不是说过了吗 把上面式子 给它直接拿过来就可以了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